聽出有吃和菜自拍 每個人對鏡頭笑得好開心 有人比讚有人比夜 但是成員控訴 第一次遇到旅程半途 被遊覽車丟包 只見遊覽車停在高雄 越世界一家超商旁邊 但明明還沒有到家 大家卻都得下車 行李伴手禮也得通通拿下來 堆放在路邊 村長出面指控歌友會和鄉親 一群人四十幾位 在六月二十四號二十五號 參加兩天一夜的行程 從屏東搭遊覽車要去南投玩 一個人先付了兩千八百元 第一天都有照行程走 但第二天中午過後 就沒有什麼行程了 原本希望再去新達港 但司機說不順路 最後突然停在田寮越世界 就叫大家下車 等了四十到五十分鐘 才有另外一輛車來接駁 遊覽車司機所屬的旅行社業者回應 因為司機當時家裡臨時有急事 才會請其他司機來幫忙 並沒有所謂的丟包 而公司只負責出車跑行程 詳細景點怎麼安排 都是團員和導遊接洽 並不清楚 但相約出遊卻突然被請下車 可能還是有點錯愕 還好最後都有搭上接引車子 才沒有讓行程受到影響 靖新聞賴景佳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